大家都知道美國的大總統是以推特來治國 所以推特是有人要跟進的 很可惜 老葉沒有心機跟進 不過有人就發了推特給我 我看看 他就說 Why does the lamestream fake news media 即是他叫所有的同樣調子的媒體 叫做fake news Refuse 拒絕 to say that China virus deaths are now down 39% 嘩 現在他們那個 他叫中國病毒 不如我們知道他講什麼 應該是現在叫做Trump病毒 他就說他的死亡數字跌了8.39 And we now have the lowest fatality rate in the world 我們現在有全世界最低的死亡率 We just can't stand that we are doing so well for a country 所以他忍不住 沒有忍受我們為國家做得這麼好 我跟他看看算數 發覺他說39%的爆痕點 在看什麼比 於是我就拿了兩個日子 他最高峰期 他最高峰期在4月21日 當日死亡數字是2749人 於是就拿回昨天 7月7日 死亡數字是993 因此要用這個數來計算 他現在的死亡率是高峰期的36% 他沒什麼錯 大致上都對 的確比起高峰期下跌了36% 他就說39% 不要緊 差不多了 他就說他是全世界最低死亡率的地方 看你用什麼方法來計算 如果你是以受感染人數之中死亡的數字 一會兒我會跟大家說說這個數字 又說回這兩天 可能他都會比較低 因為他多感染人數 三百多萬人受感染 但是我們都知道有些地方 在過去是沒有死亡的 雖然是有新增確診 所以零沒有跟零比 所以他現在還在死亡的 九百多人 所以他第二句是錯了 我們再看他另外一句說話 他又出了另一個推特 他就說 The mortality rate for the China virus in the US is just above the lowest in the world 全世界最低的了 就說我說了 這個未必是 不過後面的數字 他就說 The mortality rate in the US 在美國的死亡率現在是很少 Tenfold decrease 死亡了十倍人數 是不是這樣 一樣 要看你跟什麼比 我剛才說了 他現在就由2700多跌到990多 是跌了 如果你計算它的 rate 即是速率 那要看你跟什麼比 我拿了一樣 4月11號 當日的新增確診數目就是26194 如果用這個新增確診和新死亡 當日就是2619多個新增確診 就是2749個死亡 計算出來就是10.49% 即是反映10 死亡率 死亡率 計算那天的新增確診和新增死亡 如果我們現在跳回來 去到今天 大家知道 美國現在的確診數目狂漲了 昨天就有55442個新增確診 即是他多了5萬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率少了 993 用這個數字來比 就是1.79 的確跌了 沒有十倍那麼多 九倍 八倍左右 這樣就跌了 這是真的 所以大家看他說話 就要識解 要識解 就知道他在說什麼 如果不識解 你可能一頭沒水 其實數字有根據 雖然 我想他們的數學一般 計算不準確 但約數 不上下 都對的 他不跟你說 他對席 他不說 美國有300多萬人 確診 這是全世界第一 他也不說 美國有13萬人死亡 這是全世界第一 他不說 他說的好事 這是做政客的必要條件